从下单到收获 你最快的一次记录用了多长时间 对我来说 能够次日收到就算是很快了 但是咱们太空当中的航天员 最快的收获记录却只要两个小时 是不是相当夸张啊 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也是横吃了一惊 原来现在送上天比送到地上还要快了 不过转念一想 人家用的可是火箭不快就怪了 好吧 这个最快上天包裹的记录 是天舟5号在去年11月12日完成的 它也由此开启了人类航天器 交汇对接用时的两小时时代 真的是把都市圈给玩上了天呐 说起来好像是挺容易的样子 动不动就打破了一个记录 但实际上呢 它到底有多难 我来把事实给大家一摆 你们就清楚了 首先 这需要对接的两个物体 是身处400公里以上的高空当中 其次 它们俩可不是静止的 而是以大约每秒7.9公里的速度 在高速飞奔啊 然后呢 它俩需要对在一起的 或者说瞄准的目标面积 只有多大呢 一个直径80厘米的远 说这时在太空当中穿针 一点也不为过吧 所以你难道不好奇 这对接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吗 我下面呢 就简单来讲给你听听啊 天舟系列飞船采用的是 自主推接方式 你可以照着无人驾驶的概念 来理解它 它通过激光测距仪 光学成像仪 姿态控制系统 推进系统等多个系统的 协同作用完成对接任务 当然在自主对接的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了异常情况 飞船也是可以自动中断对接 等待人工干预的 但这种情况呢 迄今是没有出现过的啊 这几个系统具体是这么配合的 当天舟系列飞船 进入到空间站近距离区域 准备进行对接时 它会通过激光测距仪 和光学成像仪 对空间站进行精确的测距和成像 以获取空间站的准确位置 姿态运动状态等等信息 激光测距仪使用的是激光束 来进行测距 其原理呢 很类似于测量声波或者是雷达 可以非常精确的测定目标的距离和速度 光学成像仪则是通过摄像头和镜头 对空间站进行拍照和成像 以获取空间站的形态和姿态信息 在获取了空间站的准确位置和姿态信息之后呢 天舟系列飞船会通过姿态控制系统 进行精确的姿态调整 使其对接口朝向空间站的对接口 并保持相对姿态的稳定 姿态控制系统主要包括 飞行控制系统和动力控制系统 可以对飞船的姿态位置和速度等等参数 进行实时的控制 以确保对接的成功 最后天舟系列飞船会通过推进系统进行微调 以确保对接机构准确的 对准空间站的对接口 推进系统可以控制飞船的速度和方向 使其缓慢的接近空间站 并在最后几厘米的范围内 进行微调和对准 这样对接机构就可以自动完成对接任务了 并在对接后将两者锁定在一起 形成一个临时的整体 于是乎航天员就能够进入集中 拿到来自地面的家乡货了 而且这些家乡货还不少 除了给航天员吃的用的 还有一大部分是专门留给空间站自己的 为它补充推进机 其实咱们中国的天舟货运飞船 每一艘都会比上一艘有所升级了 就比如马上将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的天舟6号 相比起去年的5号 就大大的升级了运力 它的载货量已经从6.9吨提高到了7.4吨 算是世界上运货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之一了 说到世界上 那咱们就最后再来看看除了中国的天舟 还有哪些太空快递商家的存在呢 只能说不多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几个国家才有这个玩意儿 俄罗斯有进步号飞船 它最早是为礼炮6号空间站运输物资的 由可以载人的联盟飞船改造而成 所以也继承了其三舱式的结构 唯一最前部处于联盟号飞船轨道舱位置的是货物舱 用来储存各类货物 当进步号与空间站对接之后呢 空间站的宇航员就会穿过对接舱口 进入到货物舱 将送过来的快递包裹门搬出来之后 再将空间站需要抛弃的废物转移到货物舱里面 在飞船返回到大气层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废物就会随着飞船一同烧毁了 唯一飞船中部 联盟号返回舱位置的是进步号的补加舱 这里储存着给空间站补充的燃料 氧化剂和水 进步号的货物舱和补加舱 一次总共可以大约运输2.3到2.5吨的货物 直到现在改进型号的进步号 还在为国际空间站服务者呢 美国呢 则在航天飞机退役多年空撞了很久之后 终于迎来了SpaceX的龙飞船 它有两个舱段组成 位于飞船的前方的锥型加加舱呢 是用来运输一般的补给品的 唯一飞船尾部的非加压舱 是用来运输安装在空间站外部 不需要运进到空间站加压环境内的货物的 可能与其他所有的货运飞船都不同啊 它的加压舱采用了反向推进技术 是可以进行精确着陆和回收重复利用的 于是龙飞船就能实现双向快递了啊 一方面把地面上的货物送上天 另一方面呢 再把天上的货物 比方说在太空中做实验室 获取的样品送回到地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能力确实是要更强一些啊 好 除了美俄两国 欧空局还有他们的ATV飞船 日本航天局呢 也有他们的HTV飞船 在载货运游自主对接方面呢 和国际同行们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 好了 最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天舟六号上面 要是换你商店的话 你最希望它给你带来什么家乡特产呢